近日,韩国明星朴友天的经纪人在发声,爆料朴友天有50个女朋友,且和有夫之妇同居。 据悉朴友天曾经是韩国当红的偶像艺人,但前几年他就开始被爆出各种黑料,私生活极其不检点,后来又被判刑10个月。 可神奇的是,不久后朴友天回归韩国娱乐圈,甚至还有机会拍摄电影。 然而就在本月,朴友天开始在日本粉丝网站上,控诉前经纪公司过去两年时间里不给他报酬,让他生活困苦。 经纪公司立刻回击,称朴友天在和公司的合约期间还和日本一家公司签订了双重合同。 不仅如此,前经纪公司还爆料说,给朴友天还清了20亿韩元的债务,但朴友天将数千万韩元的公司资金用于游戏, 还挪用了公司一亿韩元用于娱乐场所进行消费。 然后有一名前娱乐记者也爆出了他私生活的黑料,然后朴友天发长文否认了该指控, 还称这是经纪公司与前女友黄河娜联手攻击抹黑自己,说他准备起诉。 不得不说,朴友天的爆料真的让人三观惊悔,如果爆料都是真的,他的前途只会是一片渺茫。